他现在若非顾忌叶辰的存在 真的恨不得直接把李珊给捏死 李珊被许玲的杀气吓了一跳 只得神色难看地闭上了嘴 许玲陪着笑脸对着叶辰行了一礼道 这位前辈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们来这试魂岛 为的不过是诛杀石飞那恶贼罢了 既然那恶贼已经在前辈手中扶诛 这里也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若是前辈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等便先行告退了 叶辰淡淡道 走吧 若非我与这石飞一战 有些消耗不宜动手 你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许玲暗暗点头 他看得出来叶辰之前受过重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名乾坤静后妻存在 还要浪费时间在这里和他们说话的 李山眼中闪过浓浓的不甘之色 他知道石飞手中拥有一件质宝 只有他知道那宝物的价值的 原本还想找个借口 从许玲那里要来 可现在看来没机会了 不过他完全不相信叶辰是乾坤静后期存在 毕竟若是如此的话 当初他为什么不和林仪联手 与石飞一战呢 为什么他得到了自己的消息之后 没有选择正面击败石飞 而选择了进入这试魂岛之中 这一切都透露着矛盾与诡异 可他又偏偏无法解释 为什么这小子能够把石飞的人头摆在他们面前的 他虽然没有许玲的异能 可凭着经验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头颅是被人在生前斩下的 而且若是这小子真的有问题 此刻为何表现得如此淡定 所以真让他独自对叶辰出手 是万万没有那个勇气的 许玲与李山兴兴地离去 那大镇自然也没有布下 明印着金铜图案的战船 迅速离开了这试魂岛 秦弘月见对方彻底远离了试魂岛之后 才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即便以他的冷静 方才都紧张地呼吸地要停滞了 他看向了依然镇定自若 越至渊庭的夜沉 美眸之中不仅一彩连连 想要将这许玲与李山兴走 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之所以夜沉能够看起来如此轻松地做到 与那环环相扣的布置 反过来利用对方的优势 不被看出丝毫破绽等等密不可分 此等沉着与心机 让商人出身的秦弘月 不由得大为欣赏 夜沉与秦弘月返回那埋藏着战船之地 将之取出离开了这试魂岛 夜沉回首看了一眼那紫雾缭绕的胸岛 这岛上还有许多真奇异兽 若是有机会 以后倒是可以再次登岛 猎杀一些魂兽 收取狩魂精 不过那头蛟龙也算是 试魂岛上的顶级魂兽之一了 得到的蛟龙的狩魂精 比之猎杀成百上千头 低级魂兽收获更大 被紫雾笼罩的岛屿 渐渐从夜沉的视线之中消失 青色战船 向着赤海继续前行 一艘鸣印着一枚金铜的战船之上 李珊神色有些尴尬地对许玲道 许兄 我没有料到 事情会是这个样子 这一切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许玲文言扫了一眼李珊 微笑道 无妨 我并没有什么损失的 李珊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他还怕许玲因为这件事 而怨恨自己呢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开口道 许兄 之前说的加入金铜海盗团一事 如今的李珊 又回到了当初刚刚进入胸海的状态 与其去大盗团里受气 倒不如待在许玲这里 许玲文言 没有直接回答李珊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李贤帝 黑集团与北韩商会一战之中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李珊微微一愣 许玲问这个干什么 不过他还是答道 啊 那爆炸的威力 集中向了石飞 所以我才侥幸存活的 是吗 许玲文言 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道 你在黑集团之中 是担任二船的小头目吧 一船的龙渠实力与你相差无几 甚至他曾经修过肉身 生命力应该还在你之上的 按你所说 黑集团只有你与石飞活了下来 我想知道 为什么龙渠死了 你却活着 李珊文言神色一领 目光闪烁不定地看着许玲道 也许是我运气好吧 或者那龙渠也活着 只是我没有发现罢了 龙渠也活着 许玲的神色语发讥讽地说道 李贤弟 我们合作了那么多年 也算是知根知底了 你拥有那独门为死之术 能瞒得了我吗 也正是因此 你才躲过了石飞的探查吧 否则 石飞应该带着黑集团的余党 一同追击秦红月的 可你当初却是只字未提 因为你很肯定 黑集团全灭了 只有你和石飞活下来的 不是吗 李珊眉头逐渐皱起道 许兄 你到底想说什么 许玲淡淡道 所有人都死了 就连石飞都是身受重伤 我思来想去 你之所以活着 是因为你提前便发现了此事 进行防御了吧 李珊沉默了片刻道 所以呢 许玲道 可是你却没有告诉石飞 李珊道 那又如何 石飞对待我和对待一条狗 没有什么区别 还因为琐事伤了我的肩膀 我想她死难道有什么问题 许玲笑道 当然没有 不过这却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李珊皱眉道 什么事 许玲目光悠悠地看着李珊道 当年你我一同犯了事 而我也因此受到了追捕 后来我才知道 是因为我一时不小心 留下了证据 可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暴露了 我一直以为是我运气不好 现在看来 李贤弟 我是低估你了 你应该早就发现了破绽 知道那件事 会因为我的大意而败露的吧 李珊文言猛地瞳孔一缩 即便他极力想要控制自己的表情 但面部肌肉还是有些僵硬了起来 他强笑道 许兄你在说什么 许玲没有理会他 继续道 可是你却只替自己 把痕迹处理干净了 然后就等着我受到追捕的吧 甚至还提前给我透露消息 让我逃入凶海的 当初我可是对你颇为感激的 现在看来 你也只是担心 我被捕之后 把你也供出来吧 李珊文言 神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他强撑着笑容道 许兄 我只是一片好意 你 误会了 他现在哪里会不知道 许玲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让他活下去 许玲淡淡一笑 便朝着李珊 一步步地走了过来 李珊面上那紧绷的笑容 终于崩溃 眼中浮现出无比恐惧的神色 片刻之后 许玲擦了擦衣服上的血迹 自语道 一名受伤的乾坤净存在 还带着北海第一美人 这个消息倒是值不少钱了 说吧 拿出了一枚传讯玉服 北海一座无比巨大 灯火辉煌的岛屿 在云雾中引现 这岛屿名为北韩岛 属于北海第一商会 北韩商会 北韩岛中心处 矗立着一座 无比高耸的巨塔 这座巨塔名为北韩塔 共有一千层 乃是北韩商会的总部所在 北韩塔九百层以上 便完全属于 北韩商会会长秦孝峰独有 即便是商会高层 想要进入九百层以上 也要得到会长的允许 此刻却是有一名 身材高瘦 白发苍苍 却精神绝朔的老者 满面怒荣地 推开了北韩塔 第一千层的大门 第一千层的大殿之中 正有数名气质不俗的人物 微低着头 极为恭敬地势力其中 那老者一进门 便是沉声喝道 红月他怎么样了 事情查清楚了吗 一名身形有些勾楼的中年人 对老者行了一礼开口道 老爷 已经查清楚了 那艘商船确实爆炸了 林仙子也已经陨落 这名白发老者赫然正是北韩商会的会长 秦孝峰 他原本正在东海办事 可一听说 秦红月所在的商船出了事 便不顾一切地赶了回来 秦孝峰文言 面色骤变 仿佛有一道天雷击中了他的神魂一般 在商海之中 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见识过了无数风浪 他早已养成了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性子 可这一次 却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动摇 秦孝峰 数万年来第一次 变了脸色 即便是北韩商会 这片他耗费了无数心血打造的基业 毁于一旦 秦孝峰也能做到 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世间若是有什么 还能撼动这伤害巨厄的神经的话 那就只有他的女儿秦红月了 秦孝峰嘴角疯狂地抖动着 大脑竟是一阵眩晕 险些站立不稳 那勾楼中年人健壮 瞬间出现在了秦孝峰的身侧 扶住了这老主人的身子 开口道 老爷 少安勿躁 小姐已经发来了聆讯 他现在没有事 正在前往赤海 秦孝峰文言 这才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 他眼中浮现一抹疯狂之色道 现在 发动我北韩商会的全部力量 进入胸海 不惜一切代价 保证月儿 平安进入赤海之中 怀疑恨 都是宪峰文言